十个养蜂小技巧是很多老师傅不愿意讲出来的 今天小王用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出来 大家点赞收藏起来 第一看见蜜蜂在蜂箱周围乱飞 看见蜜蜂在朝门口打架 这是别的蜂群过来偷吃蜂蜜 第二看见朝门口有公蜂乱飞乱爬 说明已经失亡 第三如果发现公蜂花黑花亮 说明蜜蜂已经失亡很久 可能已经攻产 第四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 有大量的公蜂头向着朝门挥行 这是新风四会任朝 第五蜂箱底部潮湿 有水汽流出 说明你这群蜂群花展旺盛 第六看见公蜂采集大量花混回来 说明蜂群花展迅速 有大量的幼虫需要补育 第七在朝门口或者是蜂箱的周围 发现有雄蜂盖 说明蜂群大量环植雄蜂 准备起王台准备分风 第八在朝门口外发现有白色的蜂涌 说明蜜虫上皮起了白头涌 第九发现蜂箱内有股气味 有许多的小蚊子 公蜂飞不起来 说明可能得了烂子病 第十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 蜜蜂不出行 发现朝门口有蜂符字 这是蜜蜂想蜂蜂 或者是想要逃跑 秋季又蜂季到来 没有蜂蜂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小王煮出来的蜂蜂 都是蜜渣跟蜂皮煮出来的 煮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过滤出来 过滤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成了又蜂蜂了 如果说正好你需要蜂蜂 正好你没有 可以看一下小王的蜂蜂 视频左下角直接查看下单 有很多朋友养了好几群的蜜蜂 但是呢一直养不出来强群 想要把蜜蜂养强的话 我们一定不能忽约了以下这三点 这期视频大家点赞收藏起来 那么第一点的话 就是说我们拥有一只好的蜂蜂 其实网上有所谓的老师傅 一直告诉大家什么阿霸王 虎牛王双色王仓王等 说这些蜂王都是好的蜂王 其实我们想要有一只好的蜂王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当地去找 当地的蜂王才是最好的蜂王 那么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蜜蜒 像我们养了很多群的蜜蜂的话 那么我们一年当中 它只有一些零星蜜蜜蜒的话 那么它支撑不了我们这些蜂群 去发展起来 就会导致我们蜂群一直养不起来 所以我们想要把蜜蜂羊墙 我们附近一定要有大的蜜圆 那么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蜂箱摆放的位置 那么蜂箱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才算最合适呢 那么我们蜂箱应该摆在 后有靠山 前面开阔被蜂向阳 夏季的话 不能够去曝晒我们的蜂箱 冬季的话 冷气不能直吹到我们蜂箱里面去 其实呢 我们想要把蜜蜂羊墙 还有很多的因素与条件 那么这三点的话 也是尤为的重要 那么这期视频 小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觉得小王讲的对蜜蜂的话 大家点个赞收藏起来 教你一个快速诱到蜜蜂的方法 让你轻轻松松建立起一个蜂场 大家看像这样的石壁下面 是蜜蜂最喜欢的一个绝佳的位置 前面开阔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木桶碳化好 处理好 打上我们正中的中蜂蜡 然后做好覆盖 把它摆放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百分之百让你能够来蜂 如果说我们有很多朋友 遇到了这样的位置 那我们千万就不能错过 多放几个桶耐心的等待 来蜂它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说大家没有蜂蜂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小王的蜂蜂 都是自己组自己 从我们湘西本地发货 都是小王一滴一滴组出来的 而且的话 如果说你收到货不满意 你直接给我退回来 大家看它一个品质 月牙纹 包括它的一个颜色 包括它的一个气味 如果说收到货 跟我手上的不一样 大家完全可以给我退回来 蜂蜂 大家完全放心的去使用 很多朋友 他都使用了我的蜂蜂 都已经来蜂蜂了 如果说大家这段时间 想去又蜂的朋友 因为秋季又蜂季已经到来 大家想要去又蜂的朋友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 如果你没有蜂蜂的朋友 大家可以下一单试一下这样的蜂蜂 试一下 你就知道它好不好用 野外的蜜蜂和我们人工养殖的蜜蜂 到底在什么时间段去取蜜 野外的蜜蜂和我们人工养殖的蜜蜂 到底取蜜的时间段有什么区别 那么这期视频 小王就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大家点个赞收藏起来 首先我们讲一下我们人工养殖的蜜蜂 像我们喜欢养蜂的朋友 它或多或少都会养个几群 那么你养了几群 那么你附近有的邻居朋友 他也喜欢养蜂的话 那么你附近的话 它就有很多群的蜜蜂了 那么你两公里之内 这些灵性蜜蜜 它支撑不了这些蜜蜂 这么多群蜜蜂去发展 所以说我们人工养殖的蜜蜂 它需要大的蜜蜜来支撑 想要取到蜂蜜的话 我们一定要等到大流蜜来临 我们再去取蜜 所以说它时间是有限制的 像我们人工养殖的蜜蜂的话 我们一般取蜜的时间段 在我们大流蜜的中后期去取 那么然后我们再说一下野蜂 野蜂的话 我们在野外的话 它两公里之内 可能就一到三群的蜜蜂 那么两公里之内 那么这些灵性蜜蜜蜜的话 它足以支撑我们一群到三群 这样子的蜂蜂 去让它发展起来 那么我们什么时间段取蜜 都是可以的 什么时间段去取蜜的话 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蜂蜜 所以说我们野外 想要取蜂蜜的话 我们在任何时间段都可以去取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大流蜜来临的初期 我们不要去取野蜂的蜂蜜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大流蜜初期的话 它水蜜比较多 从而我们取了蜂蜜之后 就会导致我们取的这个蜜 它的质量一个下降 所以说我们想要取的好的蜂蜜 我们野蜂的话 我们只要注意这一个细节就可以了 那么这期视频 小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觉得小王讲的对你有帮助的话 大家点个赞收藏起来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秋季诱风放置诱风筒 要注意哪些细节 秋季放筒位置和春天有区别 秋季温度高 宜放在阴凉处 风箱一天能照射 一到两小时即可 可以搭好风棚不能吸晒 诱风位置是关键 摆放诱风筒 应放在有明显标记物的地方 例如没人居住的老房子周围 石崖石壁下 断层山坡处 楼顶阳台 独立大树下 这些位置都是蜜蜂首选位置 秋季蚂蚁多 应一个星期左右检查又风筒 防止蚂蚁在风筒筑巢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养蜂路上还有问题 可以打在评论区一起交流 大家看这躺好不好 野蜂山上野蜂 里面还有 大家看一下里面 对吧 里面还有这么多 这一整皮都是蜜 山上的野蜂 大家看一下 这段时间的话 我是一直没有画视频 因为我在外地在寻风 大家看一下 这窝蜂强不强 在边上的全是蜜 包括这里面的老皮 上面都是蜜 这都是野生的土蜂蜜 这段时间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的话 我可能再出视频 这段时间的话 我在外地找一些这些蜂 因为现在夏季的话 在家的话 自己的蜂场也有两个人在管理 所以没事的话 我就在外面找一下蜂 以后的话 会每天跟进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养蜂的一些 知识上的一些经验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中华蜜蜂到底能不能去喂白糖 最近我在网上看见有很多的师傅 都会叫大家去喂白糖 说白糖怎么方便 怎么去节约成本 但是他不会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中华蜜蜂喂了白糖 到底有什么影响 那么今天小王用这期视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我们的中华蜜蜂喂完白糖之后 到底对我们蜜蜂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们蜜蜂的话 长期喂白糖的话 如果说我们里面有幼虫的话 对我们幼虫发育不良 容易起大肚子病 出来的蜂也会采集能力下降 个头比较小 比我们正常的一些公蜂的寿命 它要短一些 而且如果我们长期的去喂白糖的话 它也容易出现烂子的情况 其实我们中华蜜蜂的话 我们尽量不要去喂白糖 白糖的话 其实有很多师傅 他是不会告诉大家的 其实我们想要去喂蜂的话 我们尽量选择杂花水蜜 其实一蜂蜜也是可以喂的 它对我们中华蜜蜂 它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喂蜂的话 我们和水一比一的比例去喂就可以了 像白糖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喂 那么这期视频 小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觉得小王讲的对你有帮助的话 点个赞收藏起来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苦力